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启动器禁用电路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适用于许多OBDR车辆1996年以后。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斯巴鲁、宝马、马自达、大众、奥迪等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如果您的车辆已经存储了代码P0817,则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在启动器禁用开关电路中检测到故障。 这种类型的代码可能适用于具有手动或自动变速器的车辆。 启动器禁用开关通常是单电路的开、关开关,如果未踩下离合器、变速器、手动、未处于空档或变速器、自动、未接通,则该开关会中断点火开关和启动器螺线管之间的电压。 在公园里,具有自动变速器的车辆应用可能将启动器禁用开关集成到空档安全开关或换档选择器开关中。 在点火开关处于N位置的情况下,变速器控制模块TCM或PCM监视器启动器禁用电路电压。 TCM可以是独立模块,也可以是PCM的一部分。 如果PCM检测到启动器禁用开关电路电压不在允许的参数范围内,则可以存储代码P0817,并且故障指示灯、没有点亮。 没有照明可能需要多个点火循环,有故障。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存储的代码P0817可能伴有无启动条件,并且还只是发生电气故障或机械故障。 应当尽快纠正导致存储此性质代码的条件。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817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无法启动。 发动机在变速箱中启动时,可能没有症状出现。 常见原因是什么? 造成此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启动机禁用开关不良启动机禁用开关电路短路或断路或连接器短路或PCM错误或编程错误。 P0817的某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 诊断代码P0817需要诊断扫描仪、数字辅特、欧姆表、DVAM和车辆特定的诊断信息。 您可以使用车辆信息来查找与车辆年份、品牌和型号相匹配的技术服务公告TSB,以及引擎大小、存储的代码和出现的症状。 如果找到一个,它可能会产生有用的诊断信息。 使用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连接器,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和相关的冻结帧数据。 在清除代码之前写下该信息是一个好主意,然后对车辆进行试驾,直到PCM进入就绪模式或重置代码为止。 如果PCM此时进入就绪模式,则代码是断断续续的,并且可能更难以诊断。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使导致存储代码的条件恶化,然后才能进行准确的诊断。 如果立即重置该代码,则诊断的下一步将需要您在车辆信息源中搜索诊断流程图、连接器引脚分布图、连接器正面视图以及组件测试过程、规格。 步骤一使用DVAM在相应的启动器禁用开关上测试电压、接地和信号输出。 典型的启动器禁用开关电路由电池电压、激活时或接地、禁用时组成。 步骤二根据需要使用车辆诊断信息源和DVAM测试启动器禁用开关。 更换不在系统参数内测试的开关。 步骤三如果系统开关和电路正常,请使用DVAM测试启动器以及PCM的启动器禁用开关电路。 在使用DVAM进行测试之前,请断开所有控制器的连接。 启动器禁用开关电路代码通常是由开关故障引起的。 手动变速器的车辆经常使用多个启动器禁用开关,一个用于离合器,另一个用于空档。